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見一次解釋一下 因為有太多建鄉班的觀眾 問你為何老了那麼多 一面都是騷擾 為何不看騷擾 因為正在拍戲 所以有騷擾 這是個角色 不好意思 一替我又有排行 所以大家不好意思 很快6月我便會變回自己 在我身邊的是黃志生教授 他是中文大學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基層醫療學院教授 你好 黃教授 請黃教授來 其實都是有一個追蹤 好像舒緩了 我們的COVID 像是舒緩了 但是舒緩了 我們都要小心 與此同時會衍生後COVID 的一個概念 有人便開始說何謂長生觀 我覺得彈哥今天選擇這個話題 非常貼切 為甚麼呢 因為現在長生觀已成為了 在公共衛生和全球衛生體 大家都很希望做多研究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看回最新的數字 以我們的估計來說 已經超過有一億人 全球來說是有一個長生觀的情況 如果以香港來說 我們說大概有四成左右 有這個長生觀的人 他可能會有一些嚴重的病患的話 我們其實看回你剛才說一百萬 其實都相當多人有這個長生觀的徵狀 如果我們說長生觀的時候 一般的意思是說 當然他是離患過新冠病毒病 同時亦有這個組織顯示 如果新冠病毒病清除之後 他連續有四個星期的時間 都有一些併發症 而這些併發症其實根本 醫生從各方面都不能夠知道 原因是甚麼 譬如抽血 又不是有糖尿病 又不是有甲狀腺病 為甚麼會疲累呢 這個我們統稱是長生觀 就是長生觀就是感染後 出現一系列的徵狀 即是感染後 痊癒後仍然會有一些徵狀 在纏繞著一段時間 沒錯 社會衛生組織也告訴我們 一般是在患上新冠病毒病後的時候 三個月之中 起碼這些徵狀都會持續兩個月那麼多 而其實長生觀是影響到身體不同的地方 我們說新冠肺炎 原來就不僅是影響肺部 它可以影響腦 我們的皮膚 我們的毛髮 甚至是腸臟 以及我們的肌肉都會受到影響 年齡 我想問一下 中了好有長生觀的年齡層是否老人家多些 是年輕人多些 還是有沒有分年齡 這是一個好的問題 很多不同的研究者 他們都想看這方面 究竟是否某個年齡層好些 是少些長生觀 某個年齡層容易些會康復 甚至是男女的樣子 那筆研究有不同的數據 都出來了 但是我們只看到一個很清晰的圖畫 就是成人和兒童的話 成人有長生觀的機會 會靠兒童為多 而年齡層 就略為 如果你之前染的新冠病毒病 是嚴重一些 長生觀出來的徵狀又會多些 所以靠為是 染了新冠病毒病的嚴重程度 還有有沒有打針 原來這都有關 先調整一下長 35歲 中了一招 好起來 長生觀是三個月 三年一世 當然一世都不知道 因為都是正確發生的 但有沒有可能 變成長期病患 是的 我們現在都擔心的是 長生觀因為數據上 剛才彈哥你說過 我們跟進不了那麼長 因為這個都是比較新的病 COVID 有些狀況我見 是連續幾個月都不消散 例如三個月到六個月 他仍然是睡不到的 或者可能有些 大家知道 味覺可能會差了 即是有個長生觀的時候 他可能是幾個月後未復原的 但大家都不需要太過絕望 因為我們見到 隨著時間 如果我們好休息 我們日常生活的習慣 都是很理想的話 其實有望慢慢得到改善 不過那個改善 是比較要去等 不可以太心急 慢慢康復也是可以的 我們知道COVID是影響肺 那個焦點是肺部嗎 是否就是肺部 同樣是好的問題 因為當然我們說 長生觀肺炎 是的 肺部確實很容易受到感染 會有肺炎 但原來我們發覺COVID 這隻病毒已經不是去到肺部那麼簡單 他有機會影響我們的神經 甚至去到腦部 為何有些人會覺得 為何最近好像是記性差了 有些個案就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讓我上網搜尋一些東西 我明明很想搜尋某一件事 但上網之後突然間 咦 其實我是做甚麼 會突然有一種很短期失憶的感覺 或者令我們突然好像焦慮 有抑鬱那些 換言之長生觀本身的病毒 它不單是去到肺 可以去到神經 例如脫髮 就是影響我們的皮膚 令我們的毛髮 就是脫掉了 或者在這個狀況 去到腸臟也會有 所以亦都可能引致腸臟的不舒服 所以這也是值得我們要正視的問題 咦 長度 我拿手 這個馬上坐 我們做了很多個星期 關於這個長度健康 已經跟中大很有關係 即是抑鬱菌 這樣就吃抑鬱菌了 是否可以這樣去看這件事 現在我們都有些初步的證據顯示 如果一些新冠病患者 他們可能出現一些長生觀的症狀 如果服用一隻中大的配方叫做鮮零一的話 他們未來發生長生觀的一些嚴重後遺症的症狀 被一些沒有用到鮮零一或我們所說的益生菌 其實情況就是服用益生菌有機會幫助到舒緩那些症狀 當然研究數目方面就不是很大了 所以現在不同的國家的研究者都紛紛的著力去看一看 究竟微生菌的改變會否幫助到我們長生觀 未來的康復會有理想一點 雖然剛才你說長生觀以成人和小朋友之間的比例來說 成人佔大多數 但是為人父母的一聽到小孩都有機會長生觀 那就糟了漫漫長路 小孩在右排成長 而且他正在成長的時候 這個長生觀會否阻礙了他的發育 他的成長價會否呢 現在暫時這個數據暫時沒有特別地說 長生觀就會令到一個小朋友 譬如長高方面有問題 器官的發展有問題 而亦都有行的 就是我們見到小朋友方面 就算他離患了一個長生觀 其實他第一 這個機會低一點的 可以說10%左右而已 比成人的幾十%是不同的 還有第二傾向是不太嚴重的 會有些輕微的症狀多一點 所以如果是父母方面 我覺得都可以暫時不要過分擔心 繼續看回家庭醫生 其實隨著我們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 我們有望這些症狀 在小朋友來說 他恢復得比較快 亦都可以慢慢得到改善 是 別擔心 雖然父母一定會很擔心 好了 疫苗 在這件事上 是否說我打完疫苗 是否就可以減輕我患長生觀的機會 是 這裏就有個好消息 為甚麼 好消息是因為 其實英國的衛生安全局 都表示一件事 就是如果有些打了疫苗的人 比沒有打了疫苗的人 兩者都有機會患上新冠病毒病 之後有機會會長生觀 但原來打針的人 他患上這個長生觀的機會 只是比沒有打針的人一半而已 所以這是其中一點 我們這麼希望市民打針 因為接受疫苗來說真的很重要 另外還有三項研究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說沒有接種疫苗的人 他如果有長生觀的症狀 他能夠得到改善的機會是會低一些 所以如果我們打疫苗的話 就是一件好事 就是我們未來就算有長生觀 他慢慢改善的機會 其實又會大一些 他的症狀又不是那麼嚴重 所以這裏也呼籲大家 觀眾或各位蛋哥的粉絲也好 真的要看看打疫苗方面 我們會否鼓勵到我們自己之餘 我們的家人都一起打 朋友 老人家 是的 老人家 長期病患者都是很重要的 甚至是無症狀或輕狀的感染者 其實都有機會出現長生觀的症狀 是的 這是一個可能不是這麼好的消息 但是從西醫的角度 我們就會去看症狀 就會用藥去幫助 看看會否減輕症狀的影響 但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休息 或者平時都有健康的生活習慣 我們的症狀慢慢康復的機會又會大一些 其實請黃教授來 當然除了告訴大家 長生觀有多要小心 大家不要輕視 沒事了 現在幾百人而已 沒事了 不是的 中了那些大家要小心 原來發現長度和新冠病毒有直接關係 而中大醫學院有提升長度免疫力計劃 其實這個提升長度免疫力計劃 是否因為有疫情而做出來的事 是的 因為我們其實發覺這個疫情帶給我們的 不只是感染新冠病毒那麼簡單 長生觀確實是令我們擔心的 如果我們說有這個數字 譬如一些研究說40%有長生觀 其實如果香港百多萬人 那我們是否起碼有50萬呢 還有就是其實不是現在 所有人都是對於這個新冠病毒免疫的 未來其實都可能我們擔心會否有第六波的時候 我們都要看長生觀的出現 始終在未來都可能 所以我們就希望推出這個計劃 去增加一些參加者他們的抵抗力 令到他們的免疫力好的時候 可以減低未來新冠病毒病嚴重 病發症的機會或者長生觀的出現 那我怎樣參加 是 那我們本身這個計劃 是在中文大學醫療院舉行的 我們特別就是很希望 招募到一些65歲或以上的人士 或者他本身是患有糖尿病 然後之前是完全沒有這個新冠病毒病 而又未打針的 為何我們特別地關心這一群呢 就是因為現時我們知道九成打針 但原來還有10%左右的市民就是怎樣呢 我仍然很害怕 因為譬如年紀大容易有糖尿病高血壓 我就想 咦會不會打之後的時候 我血管生濕 即是怎麽算呢 那我就希望就是說 他招募他們的時候呢 同樣地在七血報告裏面的時候 醫生都會跟他說他適不適合打針 然後就會有一部份的市民呢 就是會是服用這個維他命C 一部份市民就會用這個 就是搶到微生物的一個配方 然後看一看未來他們對於 這個新冠病毒病方面的抵抗力 會不會因為使用益生菌是提升的 那你很希望如果發覺到是真的可以的話 就未來我們處理長新冠的時候就想 會不會有機會可以使用到益生菌這個配方 那希望這個可以幫助到未來 第二呢 當我們見到一個病患者他真的很痛苦 很多長新冠病發症的時候是有一個幫助在當中 那即是說我打電話預約了 你是一日還是一段時間的這個計劃 我們都是一段時間的 但是名額就有限了 我們就有大概七十個名額左右 有興趣市民打電話之後 我們短時間內立即就聯絡他 他來到我們的中心的時候 就會跟他做一些評估 和整個團隊 那麼最主要來說這個計劃很希望提升那個 滅力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來的 那麼你發覺最多人是 為什麼不打疫苗呢 就是他看了新聞之後呢 可能看了一部份就說這個個案 出現了嚴重病發症 但是就未必看到一個大圖畫 嗯 譬如英國已經他用的方法就是說 一百萬個人裡面呢 打了疫苗的時候呢 只有一個有嚴重副作用而已 他這樣說的時候呢 市民就想 咦那一百萬人裡面一個呢 那是不是需要太擔心呢 那其實香港其實各個情況都是一樣的 我們有成九成打了針的 那當中說嚴重的個案的 那個比率都是比較低的 那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呢 就是醫生的方面 詳細地解釋 甚至是根據那個身體狀況說 雖然有三高一三高 但是糖尿控制很好啊 血壓也沒有說是很高 最近不需要換藥 那就可以給多些資訊呢 就是疫苗的安全性 你不要看輕 就是只是說一下 你聽到一個醫生跟你說 你會比較你和隔離鄰居在這裡 大家互相恐嚇大家 是知道清楚很多東西 所以我會鼓勵大家 雖然名額不多 希望可以多些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你看到我們其實現在整個 在醫療系統裡面 大家都盡量在幫助 雖然知道疫情已經慢慢衰退 第六波不准來的嗎 我們怎樣去防第六波呢 我們有很多專業民事已經走出來 就是在做這些功夫 大家配合一下 去知多些 你去問多些教授 教授你都當時會在現場嗎 是呀 他來的時候就會看到我們 但我們都是一個團隊 希望大家互相有任何擔心的地方 不要緊的 儘管說出來 就算我們不認識也不要緊 因為這個病太新 我們會馬上找回國際民憲 去給予資料 令到想打針的人 起碼要先安心 那段時間是何時到何時 如果招募了70位之後 可能需要暫停一段時間 所以可能是大約一至兩個月的時間 教授還有甚麼補充呢 在今天我們聊天中 我都很希望大家一起支持 一些社區的健康資訊發放 尤其現在政府推出上門打針 我們覺得這件事很值得 我們大家以後同聲去支持 為甚麼呢 我們發覺沒有人家不出去打針 原來有兩大原因 第一就是資訊不夠 不敢問 第二就是他擔心 我的子女不知道會否 如果我打針要請假 我還是不要麻煩我的子女 不要麻煩年輕人 上門打針我們見到 譬如電視上 或政府方面的宣傳上 他來打針時 那位是一個專業的醫護人員 打針前其實都可以問問題 亦都不需要說 譬如有些是坐輪椅的 或者他比較不方便出門 他簡直是上門打針的 如果我們社會的各界人士 能夠一起支持這個活動 那就好了 我希望將這個正能量 大家一起廣傳開去 就說我家人沒有打針 他是長者 他有糖尿病 不要緊 政府現在就推出一個上門打針計劃 一起支持 相信效果就會做得最理想 收到 謝謝教授 你收到這些資訊之後 你覺得如果是很有用的 記得將我們這條片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訂閱健康蛋 按一下小鈴 希望將最正確的 最有用的健康資訊 在這裡發放給大家 謝謝教授 謝謝你 再見 訂閱政策 按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